大家好,我是A仔 金牟杯的決賽,大家跑得如何? 第一,第二,還是第三名? 每次杯賽開獎,都一定有人歡喜,有人仇 而我亦非常相信,肯定有人在大叫,為何我會輸? 如果你不知為何會輸,覺得不服氣的話,代表你想贏 這樣就對了,今天這個集團就是來講一下,為何你會輸 先講答案,你輸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我不是說活該你死,不是這個意思 我正在講的是,在賽馬良這遊戲的杯賽會輸和叫苦連天的人 一定比開心的人多 因為三個人,只有一個人贏 所以一次杯賽有三分之二的玩家其實是在陪你輸 所以你絕對不會是少數 也只要對手跟你不是有一個很絕對性的差距的話 對方一定有機會贏你 只要你摘的色仔來個大失敗,你就會跑輸 而事實上,今天版玩到今天 應該都沒有哪幾個是由頭到尾杯賽都沒有輸過 我不是很厲害,當然輸過 我身邊的人,我認識的網友,其他YouTuber,教學類的up主 又或者是石油王大課長,很多都跑輸過 我印象之中,應該沒有哪幾個還能做到長勝將軍 所以跑輸杯賽真的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也挺正常的,所以這件事不需要傷心 為何我隻馬養得這麼好都輸呢? 先不考慮自認為養得很好,但實際又沒有養得好的人 我剛才也提及過,只要你的對手和你不是有很絕對性的差距 對方一定有機會贏你 贏不贏呢?你當是摘色,即是RNG去決定 比賽時有幾樣是亂數,沒辦法控制 例如集位、出閘時間、中掛或否 技能開不開、開的時間和地點 智力摘色的速度變化 以及對手互動時會否被人殺死呢? 這些全部都是亂數決定的 因為說到底,賽馬良這遊戲 比賽都是一件祈禱的東西 按過按鈕就定勝負了 你沒辦法手動控制 而決賽只有一場那麼大把 你摘色大小就決定了你贏還是輸 例如你跑後排的馬,你居中後隊在後面衝上去 但就被前面那隻頂死了 開了加速也突不到位 那搞法真的不輸也很難 又或者是我智力摘色開技能 1200智力開技的機率最多只有93% 你無論如何都會有7%的機率是不知為何不能開技能 而大家今天在URA年代 智力應該也沒有練到很高 我猜絕大部份人只有400% 又或者是最多600%左右 即是只有7%、8%的技能發動率 在這個金牛杯因為持久力的需求也挺高 只要你在決賽上金回復失蹤 你就必輸無疑 一次杯賽有81場比賽 其實你數一下有多少次輸這些不明不白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你決賽有多大機率會出意外 又或者倒轉來說 你出意外,人家也有同樣的機率出意外 沒錯,這件事 只不過只要剛好在當時決賽 你出意外,而人家正常發揮 而你出意外是很致命的話 你就輸給別人 所以只要三個人比賽 大家養的馬其實也會有機會贏 輸贏有時就真的看大家賭大小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系統要你輸,你是肯定會輸的 不過是否這件事就是最後的答案呢? 當然不是啦 雖然比賽是一鍵祈禱 但色仔是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令到有更多數字對你有利 不需要一定要摘個孖六才贏 不需要的 那怎樣去做呢? 就是要練出一個能夠跑贏杯賽的隊伍 即是練到次仰的數值 學必要的加速技能 學大量有用的提速技 以及考慮出馬的戰略 以金謀杯來說 如果你是跑前列馬的 你不學軟線司機和大樹快車的固有 你跑得贏杯賽的話就真的有鬼了 但是只學加速技是不夠的 你還要學習一定數量的道中技 學習金回復 以及練過次仰的數值 例如1200速度 900多的持久力 800多的力量 有350以上的根性 以及400多左右的智力 做到 你就有機會在A組拿個冠軍回來 如果想自己贏面再大一點的話 就來個中距離S 耐力再拉高一點 力量拉到900多甚至1000 智力再多一點 學多幾個六技能和道中技 做領頭的 要特別學打好基礎 當然不要忘記學三個六技來做版機 如果你都做齊了的話 你能夠贏的機率又大了 然後出馬就定立戰略方向 例如說為了避免單圖 所以出兩個領頭再加一個前列 又或者是兩個領頭加一個後追 特意養一隻黃金船來做保底 總之就是做齊你能夠做的範圍 擴大到自己能夠贏的色仔數字 只要你不是擇色澤得太醜 這樣就能夠贏得到 其實你在跑決賽之前 你有40場的初賽和40場的復賽 如果你本身這個初賽和復賽 都有60多70多%的勝率 甚至80多%以上的勝率 代表了你已經勁過很大部分的玩家 決賽的時候你的色仔已經很大 輸了就單純是你不幸運 其實還有一招可以用的 就是將你跑比賽的對手 全部加進去做這個練習的對象 然後在練習的賽場上跑一次 跑過十多二十次 看看自己能夠贏多少場 就知道你和你的對手的實力差到底有多大 如果你發現你贏的次數明顯比對手多的話 就更加可以證明你決賽輸只是沒有彩 但是如果你和你的對手 輸贏只不過是64比 甚至是5比5的話 就代表著 其實大家的實力真的差不多 跑輸跑贏都有可能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就沒什麼好埋怨了 其實說這麼多話 只不過是想說一回事 就是勝敗乃兵加上士 比賽輸贏是很正常的 大家當成為拿這個免費寫的活動 以平常心去玩就可以了 另外說了這麼久 是不是發現到我好像一直都沒有說過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課金呢? 因為這遊戲課了金 是不代表你會贏的 其實在我之前說有關於杯賽的影片 又或者其他地方都有提過的了 就是練比賽用的馬 完全是衝浴城極限的 可以讓自己有一個目標去達成 但是達成這個目標 是要用時間去洗浴城的 課金只不過是拉高你的上下限 而且令到你的浴城可能輕鬆一些 你不去理會比賽機制和花時間去養馬的話 你也一樣是會輸的 想提高自己的勝率 簡單來說就是跟著咪他去練 花多一點時間去洗浴城 去充自己能力範圍裡面的極限 去養最強的馬去比賽 然後進人士 聽天命 去享受這個過程 就是這樣了 杯賽啦 其實也還有其他的方式去玩 輸贏老實說句就真的是其次 真的 這件事為什麼呢? 未來有機會再說吧 好啦 今天的集團就到這裡 最後也一樣 希望以上說的話能夠幫到大家 如果發現我有說錯 或者有任何意見 或者有任何想要遊戲的問題想問 都歡迎在下方的討論區留言 如果覺得有用 記得分享出去 點贊 訂閱這個頻道 和按這個鈴鐺 或者Superfans 我會非常感謝大家 最後在這裡說一句 輸了不要緊 下次再努力就可以了 我是A仔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